十家五星级旅馆在台南拔地而起 结果六福去年惨亏十亿创新高 然后决定不在台南盖旅馆了 4月02-2018 去年有则新闻说台南高档饭店加速逆势成长 台湾媒体纷纷狂吹陆克不来没再怕 没想到连锁笑印下观光产业雪崩 六福去年惨亏十亿创新高 谢金河落井下石说装服后代愧对股东 屁 是蔡英文愧对旅游业了 但其实这也是大家的选择 台湾人痛恨旅游业之爱白人与日客 骑士陆克是家常便饭 连韩国人玩蚕太鲁格 痛骂东南亚游客只看不买 难怪旅游业要崩溃 看看去年媒体怎么吹 观光业低迷他仍逆势开台南最大饭店at today财经at today新闻云 https www.at today新闻云财经财经 2017年7月18日这是六福集团打造的第六间旅馆 执行长庄丰如看中台南市近五年旅馆房间的供给与需求 接触于成长状态 喊出要盖当地最大规模饭店 7月中 台南小北夜市旁举办南山台南广场动土典礼 六福旅游执行长庄丰如与南山人寿总经理陈润全一起职产挖土 六福集团要在广场里兴建台南房间数最多的休闲旅馆台南 台南高档饭店加速逆势成长忠实电子报 www.trinatimes.com realtimanews 20兆1708亿2500万01726万0410 2017年8月25日南市府副市长张正元 右五 大义集团董事长吴俊逸 右六 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王石思 右四 民政局长陈宗燕 左四 低维西集团董事长吴俊吉 左五等人 台南市第一家五星级饭店 台南大义立志酒店 正值16周年庆 全馆也推出多项优惠及好礼赶回馈活动 并以台南大阪来回机票 总统套房等百样好礼等 最会鬼扯的标题莫过于蔡英文的想想论坛 请看 时事想想 路客不来 台湾观光业者哀嚎 十家五星级旅馆却在台南拔地而起 在台南拔地而起后又轰然倒下暴毙 就像蔡英文的支持率 其实台南市平均住房率已屡往下探底 到了一间还让同等集饭店夜爽得要死说少一家竞争对手 其实反而是好的 然后还对评估是否再进入府城此间市场的同业 也有些许贺阻效果 真是有够acute正面思考 想想蔡英文 真是呜呼哀哉 上响 Blackjack 2018年4月2日 六福去年惨亏十亿创新高卸金和庄福后代愧对股东 未在平